大家好,今天是4月3日,星期三 大市經過昨天一升之後,今天當然有些調整 這個調整,只要不要太大動作下去,應該都沒什麼大問題 短期,當然172又成為一個阻力位,聽完就講了 今天,升的板塊就不太多了,再看看 第一,始終是金,金為什麼會升上去呢? 由美國不減息?不減息金應該是跌的 為什麼金還升呢? 其實很簡單,美國經濟死硬了 看這個什麼呢? 看那個是... 這個是5的時候,那個就業數據 不過不用看了,我都告訴你,數據都是造假的 因為這些說的數據造假,不是我講的了 我在去年11月左右開始講,今次高敏又講,美國銀行又講 接著呢, Philadelphia Fed又講 接著呢,美國聯邦儲備局又講 你想想想,兩間大行,兩次是聯邦儲備局的分行 加上聯邦儲備局自己本身都講,你的贅數是假的 那些人還說,等一下,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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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你炒假的數據來做什麼呢? 是吧? 因為,拜登最厲害就是做假的 那這個就不用說了 這些已經有很多的數據出來 都是知道的,就是修訂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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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了 很簡單 他只是一樣東西想競選連任 競選連任呢 就是持續他所認為的東西 會帶領美國走向保住霸主的地位 那麼,特朗普就想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想自己做好 拜登就不是 想打死別人 而使得自己是可以好 一個你自己做好 一個你打死別人 而你做好是很不同的 暫時不說了 那去回去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好嗎? 好了 那麼 集團又是很好 又是這些金銀銅鐵石又好 然後就是一般金送礦石又好 這個一直都已經說了 就是當中國慢慢的經濟企好的時候 所有的金銀股股一定會給他做好 那麼交通設施又做好 這個也說過了 因為中國一定是由於他們經濟好 所以建造車的流量多了 因此這些就可以做好 再跟著我們看看汽車 那麼汽車是各別 是吧? 沒有問題 那麼再跟著農業產品 農業產品好的時鐘 那麼這些都可以大家去看看 如果有興趣 真真正正這些可以長線投資去大至上 是拿三五年左右 是應該很好 因為三五年至十年之後 中國應該按照農業發展速度 是應該成為一個自己封足糧食部分 不可以全部百分百的 還有部分可以出口的這些國家 糧食是將會美國打壓中國的另一張牌 好了 那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看看這個個別的板塊 咦? 就這樣了 那麼 除了騰訊升少少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 科技股都下跌的 那麼 講故吧 那麼期指上升了上去又下回來 那麼希望明天又再升上去 啊 對不起 明天沒有很多升 明天 明天 拜三 啊 那麼 沒有啦 等星期五回來 星期六回來 那麼 我始終還是覺得 那個是 勢頭呢 就會是 一 我始終覺得 一七二關 一八三關 就遲早過 一八三關 一八三關 就應該在 六月三十 底之前應該看到 對不對 一六二這裡是下面這個支持位呢 估計呢 就應該就是 暫時 應該見到的了 那 可能 這個位呢 說很久了 應該就會是 這次跌落的最低位 是 那 之後 升破了 現在回視阻力 那麼 希望呢 就會 再跟著就是這樣 上去 上去的時期之中呢 就是 幅度就是這樣 那 起這裏過去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位置 的話 將這條線延伸上去的話 那應該就去到某一點 就去到一八三這個位置 那 時間呢 應該現在是四月 那麼 那由這裏升上去的話 應該到五月啦 六月左右 就是 這裏 這裏升上去 這裏打橫 那這裏有一個 這裏一定 最到最後 這裏一定有一個交叉點的 那 因為這個是 限於 現在這個圖 的方位所定 就出現不到的 那 我們看看 我們有什麼可以留意的呢 可以留意的 山高控股412